利底山瘡所以我應該說話還是有一點點… 希望不要介意啊 今天看到整桌很多柯華田的東西 就知道今天是柯華田宴 因為最近我發現有不少出新的柯華田食品 想一次試試哪一個是柯華田 這個糖基包差不多要早上九點半出去買早餐才買到 通常十二點後都不知為何賣光 還有柯華田奶茶也是 開始之前有一杯真正的柯華田茶餐廳 先喝一喝 好我決定由甜品開始試 那我先試了餅 它的餅看起來不像是脆的感覺 好像漢堡包一樣 這個柯華田餅 上面的柯華田夾心餅很濃的柯華田味 但就不太脆 你看到咬下去整塊都淋了一塊 好到真正咬到餅了 快餅和我意想中一樣 偏向軟的蛋糕餅底 中間那塊就好像軟心的夾心 比頭濃得像朱古力 上面就很有柯華田的感覺 白色那層是奶味濃一點 感覺蠻特別的 在幾重的響手裡面 不會單一整塊都是柯華田 都蠻甜的 如果要形容它像什麼甜品 我應該會像 好是像你 是嗎 是嗎 是是是 好了再試試這個柯華田的蛋糕 一層兩層三層四層五層六層七層八層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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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好吃過剛剛的夾心餅很多 下面這層原來有柯華田的脆粒粒 而中間有三層是海綿蛋糕 柯華田味全都出來了 然後咬下去是軟綿綿 好像躺在床上 很層次豐富 我一想錯了 但這個蛋糕的平衡感不是很好 做到的 我說甜的味道 OK這個蛋糕 但兩個都是非常甜的 所以喜歡吃朱古力蛋糕 很甜的蛋糕的人應該會很喜歡 因為包包放了一段時間 我拿了它再翻蒸 因為蒸會很乾 包皮要割 看來黏得很厲害 好 斗術波子幫你割包皮 趁現在還熱看看是否真的有流心 好了 1 2 3 是流心 真是流心 中間最少有一半的位置都是柯華田醬 看來看都流出來 這個醬簡直是 好像一杯很濃縮的柯華田 跟剛才的蛋糕來比較 它反而不會甜到柔 而這個包皮 也有柯華田味 是好吃的 不過唯一有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好像是鹹鹹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加了芝士還是怎樣 所以吃起來有點像中式包 多過西式的甜品 所以這個包中式得來 還有柯華田的特色 所以是蠻不錯的 難怪經常都賣光 這個保護色 放一放在旁邊 這個柯華田的保護色 你想吃個牌嗎 好了 接著到這個奶茶了 有一天只賣光奶茶 但還沒賣光包 所以感覺上 奶茶應該會多人買過這個包 會不會是更加好吃呢 這個好特別 柯華田味很香 然後它是完全混合了 兩種飲品的優點 它不會像喝柯華田 喝完口會張住很濃稠的感覺 它有奶茶那種很滑的感覺 不會太甜又不會太膩 同時又具備柯華田味和港式奶茶味 嘩這個 很特別 很棒 已經感覺到跟剛才試過的 完全是過了碼頭 真的不覺得為什麼這個這麼快賣光 咦 這個就是 冰皮月餅的柯華田口味 這個尺寸反而有點驚喜 我沒想過這麼小的 比我的耳朵還小的 你看看這個柯華田 我的口是可以一口放進去的 我想它應該是設計給你一口放進口的月餅 很冷啊 剛剛的冰箱拿出來解凍 裡面的餡是很多的 皮很薄 然後有一些柯華田的脆脆粒 令到這個月餅很有口感 整件事又軟又脆 但我覺得這個月餅偏甜了一點 反而柯華田的香味不足夠 感覺就跟普通的 巧克力冰皮月餅差不多 不過餡料也挺滑的 比一般的冰皮月餅好吃 最後這個柯華田的甜筒 我想大家應該都吃過吧 出了很久了 都不算是新的 但我買來 因為這個是柯華田宴 最後一邊講安草一邊奶下甜筒 柯華田不是很濃的 偏甜 好了今集我們先試到這裡 吃了這麼多種柯華田的食品 第一沒錯是柯華田奶茶 這個真的沒得輸 其次第二應該是中式包 沒試過中式的包都可以夾到柯華田 然後就是柯華田的蛋糕 整體來說都挺好吃的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什麼柯華田食品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波子 下次有更有趣的食品 再試給大家看 下集再見 拜拜